小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蓝色的防守方式 第二 右边红色的进攻方式 LGD 老格林 我以前打 我以前打车光可 对我 暴斗士 这边穿得很厉害啊 左边小房间强势他 目标很明确 直接是到后面来想抓这个麦克雷 麦克雷 麦克雷选太低了 这边是吧 老格林一波强势出击 是的 这个瞬间拿下A点 没错 这边一个前波带 EZ跟这个 GET LIFT的一波 一人卡住 杀对方三个人啊 是的 非常强势 出了家门 感觉就是干 这样的话 他们直接把A点Rush下来 接下来推车的话 只要稍微稳当一点 不要出现大的失误 应该是可以推到这个B点来 赢了第一盘以后 老格林爹A点 气势如虹 是的 气势如虹 加速一冲 A点 这边马上有五十一道 A点的套路是打得很顺势 就看B点 是不是还能报价一笔 我讲到的话 这个A点的确 对进攻方太有力了 是的 太近了 这边 麦克雷是有一个五十一道的 没有 萊因哈特这个五十一道还真不太好 五十一道 赶紧走 直接闭位置 告诉你我还要运车 这边是出来骗了一波能量 萊因哈特这个温瑟超过率 直接晕了一下 哎呀 还有一个肾强行把血抬了上来 没错 对方的一个死神 非常的顺啊 推到这边直接 漂亮 又是GETLIFT很容易的配合 老格林爹好强啊 这一局 好勉强 注意注意啊 是很强 好顺啊 A点 B点 一气呵成 这A B点秒推 你见过 在本一键 你为了早点下班 已经开始不学手段了吗 不是 你没有看见 在本局的 就是本届的一个比赛当中 没有哪个队 在推到B点的时候 还剩下6分10秒的 最快速度 今天他们确实状态非常的好 一点又带走萊因哈特 哎呀 这波有点难了 节奏很快 今天的老格林爹真的打得不太一样 虽然说这一波被 呃 回击了 但是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因为已经推过 最难推前会被B 是的 因为他们在 TECKOIN之前 那波团战只要是赢了 他们就不用从最远的一个 波火点跑过来 反而是 波火点就在旁边 可以慢慢的推最后这个点吗 不着急 前面的确是很顺 对 因为到最后这里也挺难推的 这个很顺是建立在 老格林爹整体 节奏非常的快 而且刚才每个大招都抗抗住了 漂亮 这又是挡住了这一波 大家三分出现了一个失误 对 这边虽然说撞不住了老格林爹大锤 但是有塔利亚的一个盾保护 哎 战斗量有三个 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直接进入最后的精神了 对 刚才景德无色是换成了萊因哈特 这的话 Easy的麦可雷就有个更好的发挥了 其实环境会更好 刚才 他传了个 死神是已经提前就位 是的 那里面的拔刀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大刀已经没了 用掉了 Denek有大招 98% 这一波有胜 老干爹有胜 而且死神可能会有打招 而且死神可能会有打招 诶 是打掉老干爹的劲 对路志同 要成功打吗 没有 好像他们撤了 大家哎呦 被云了一下直接秒掉 是的 他们出来直接是被麦可雷盯住啊 这一波在老干爹集体撤退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体能下招应该不放 是 但下一波可能会更好的 而且二三这边是有重力喷咏的 对 然后是把胜给放了 现在我觉得胜都可以不放 我感觉他的可能是 现在的话下一波就四个打招 很有机会 你来一哈热都已经是死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不需要放胜了 对 刚才他们可能是打得有点上 好 这个先手吗 一体侧面 今天这波先手还是打得比较漂亮 这个位置 我给你老干爹集体的一个机会 直接被塔了 这个集体有点凶啊 打到这里GIS 总算是稳住了自己的这个军心啊 几波守的都还是可以的 时间还很多 三分半钟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稳住自己的一个心态 然后让自己的技能这个 吃到的时机啊 包括闲接的 稍微稳一点就可以了 诶 躺到一方 来咱们看一下这边L 随开火 还能果断的 圣给打了出来 又是一个裂地猛击吗 能量混击 这反备杀了一个GIS GIS GIS的以后又强暴力波 又交了 快交是可以交能不能杀人 二三倒了呀 还是杀不了 就没杀 那就老跟你很亏了 对 前面一帆风顺 这几波配合感觉大招交得 不是很好 有点乱 太大被这个麦克雷直接晕到点掉 那一波开始 他们是有点上头的那一波 到现在 他们应该稍微的冷静下来 这关键就是那波有重力朋友那波没打哈 对 一下节奏就乱了 现在第二这边又有重力朋友了 嗯 看一下站位 后面还有个元氏 吸住三个 打针顶上来 GIS跳过来干扰一下 是的 哎就是解放的心情 回过来 原来是草木 这几波有点进入第二的节奏了 对 还是过于星级 本来巨大优势情况下 站到千波云币被打回去一波 重新组组织好好打就是了 但是感觉 几波阿控的圣都交得稍微有一点着急 对 每次都减完以后再交的 这样的话就 因为我觉得那波圣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这手信要必须是要在人员整齐的情况之下 去主动交或者 counter 对方大招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 LTT这边也是 人也是大招在手的一点 应该是去找位置放了 但是刚才被原始发现 LTT这边是有盾的 单刀砍掉 先搞掉对面的一个和尚 哎 漂亮 哎呀 团灭了老干爹 这几波这个乱处理的这个是对于高楼的一个高台的一个安全隐患排除的也非常好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西亚老师 慌不慌 那我慌什么 很稳吧 稳不稳 好不慌 嗯 没什么好慌呢 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到底是什么 已经没血了 他做了个乱被秒了 老干爹又不是爱死我 我也不想要我方是吧 哈哈 然后有大招 直接武士一到 快跑 哎 这个武士可以的 哎 有双杀 哎 只有一个一里的龙刃 前面真的是会的盾 到后面就卡在这个地点前面这个拐弯 这个弯道处就是一直感觉 在建立最大优势的情况下 被打断了一个节奏 然后就接不上了 就想保持这个优势 而没想到稳扎稳打 导致了整个节奏的表断 然后对方有盾直接开 哎 快跑 这不能死的 师父看个大招 他是想跑来着 因为看到盾以后 其实就应该跑了 没有得在那挣扎 不再负能量 还如意 没有时间了 5秒 后面有个卢西要想去踩个点 一鼓作气 塞而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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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没办法 这边是最后一波了 给Left算了一波 哎 这边有机会了 这边有机会了 打开闪了 难道 又是一个不到加速会玩 可能 真的是不到加速会玩 是吗 可以推吗 推肯定是可以推啊 这个就是 就看老盘那些劲的 这个 烈地猛鸡能不能打出很好的效果 看烈地猛鸡 紧的烈地猛鸡 而且阴上马上有了 只要来 哈特敢冲 直接拍下来的可以 对的 冲不冲 不冲 很稳 这个时候 一定要稳了 一个大招在手里 直接拔刀 回头就是一传 可以 白手带 对方的关键输出 一波团灭了对方 这个又是撞死了 还有 还是推到了C点 居然还推到了C点 就是 6分10秒攻下了B点 在C点的一个进程当中 花了6分10秒整整 6分10秒 差不多7分钟 接近7分钟的一个时间 最后进入加时 才把车推进了最后一点 结局万万也想不到啊 那个时候觉得 哎呀 这么快前面这么顺 到后面一定是一气呵成了 结果一直卡在那里进不去 然后就想 最后就10秒钟了 肯定进不去了 又推动了 但是这个局势 对于老干边还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这张地图是 比较利于进攻方 是的 对吧 他现在是把时间全部用光 如果说第二 一会儿作为进攻方 在 剩于一分钟多的时间 能够拿下C点的话 那么他就有一个 第二轮的主动进攻的拳 都有很大的用 只要拿下一点 也就是说 老干爹的这个最坏最坏的一个情况 也需要把DR的一个推车时间 是消耗到一分钟以内 他才能就是建立比较均等的一个情况 对 如果是一分钟以上 他们就 他就是一个被动方 对 他们每个点都要进去争取 包括A点 A点如果呢 刚才他们拿一点是一波川 如果他们这个A点能够守个两三波 然后B点再能够多守一会儿花 是很有机会的 是 那这个小正太 其实我们往往看这个国王大道比赛 一般来讲啊 A点是 B两波一般都会丢 国王大道能守两波就很好 就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版本当中 国王大道是可以守下来的 嗯 他守下来的要求是比较 要依赖迈克雷这个英雄的武士一道 好了 是的 我们马上准备进入下半场的比赛 主要是在B点那个接到那个位置 要多守就怕 特别是 过A点那个桥栋的时候 很窄小 非常利用防守方去防守 没错 而且在B点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高点啊 然后后点啊 感觉是一个 303 进攻啊 就打3个3 诶 他402 啊303 这是预测勾了一下 防勾一下 直接进来 而老干爹这边呢 原是加死神的一个平组合 然后重装是 威斯顿加莱因哈特 是的 没有安娜我觉得 有点吃亏啊 只要断一波安娜 大张就可以进攻了 诶 诶 现在过来一个 他这样的话 老干爹很难守啊 撞不住啊 撞到了也没什么大用啊 没有弄到 又死了一个威斯顿 如铜墙铁壁一般 安娜马云有大招了 第二个 第一波已经能打 诶 诶 诶 死神又是被DJB给撞了 那A点也是拿得非常顺利 对的 也是一波穿 两边A点都是拿得非常的快的 然后这边好像输也是前压一下 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兴趣 再回来跟他们说一句了 第一波被捅穿 但是刚刚在死神大超斩的是有点快 已经有了 没错 这波的话就看一下死神 会不会这个 溢到他们身后的那个二楼高台上跳一下 本运在飘着 Mainman有些勾用的是一句判刑勾法 嗯 这个猪也是 刚才抬头望了两眼空 诶 果然是这个死神 他应该是听到了声音 脚步声了 他想绕后放大招 是的 对 神有没有神来保护一下 哎呦 老狠姐这边是直接打了出来 没错 对 说了对方的安娜 这的话他没有激素给雷尼哈特 找对一一下 撤退一下 这边死神也是有点残 虽然知道对方有死神要绕后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防得住 而且他们应该是没有想到死神 那大招已经散了 但是CNN这关散了一个六个 六个终极技能 对 而且这个六个大招已经可以召唤神龙了 问题来了 六个大招 哈哈哈 直接是一个随开火 人火大招 哇 那个师傅飞起来了 老根地的阿库直接飞了起来 对 真的是要上天 这波是能挡一会 但是还是死了三个人 很可惜啊 你交了四个大招 这波是兑换后排吗 直接吃掉对面的那个盒子 这波是兑换后排 根本不管你的前排 还要再往前冲 对 他前排死了就死了 第二这波冲的有点太前了吧 第二招了四个大招 四个大招 四个 他就是兑换后排 但是老根地这边 这局倒的还蛮聪明的 对 从战略的意义上 保护一下吃过免得被切了 但你这样走 一个人牵扯了两个 把个力压出来 直接刚一步吃了 来的 进来了 一点门口 后面穿出来一个 Easy 勾到一个 下锥 感受宁剑 再勾到一个卢像 这下惨了 Inception是配合这路吧 这又可以勾 好 指引手键 两边都是推A点B点 都非常的实力 这个Easy 还在后面烧 小心 有D3 还不能等一会儿 回去吃个血包再烧 4分43秒 2秒 也是蛮快的一个路 赶紧飘走 咱们看一下第二S 会不会也被卡在这里 感觉他们这边还是比较稳的 老板那边是法老之音 但是没有天使 真的 直接开打了 纳米激素马上好 这边推还是推得很快 但是没能及时的把这个规避掉 对啊 一个努力朋友 苏这边自己的鸡飞走跳远 马上就要好了 下一波引击的就是精神场的大锤 直接先一个烈铁猛击 没错 又来了和尚 GDP要强行亲人 是两个扶出前面走了 他就搞这个法 勾了一个 直接是勾掉了Easy 而且他这边还可以大招封门 欣欣跳过去踩个点 本来这边有剩的 强行开胜保一波 是的 天降真一马上好 天降真一已经有了 虽然此前是在后面 但是减量很低 天降真一 哎 被师傅带走 这边换出了小美 但能够守得住吗 可不是对啊 库爸根本死不了啊 眼内 还有个安娜啊 眼内没人在这边 一个冰箱拖一会 猎空也来了 被围观了小美 小美这边出来之后 直接是被挂上一个E生 应该没什么多大机会 我觉得 直接是推进最后一个点 恭喜第二三门 这个在3分30 还剩3分23秒的时候 是推到C点 虽然第二次前面A点和B点 没有说是拿得比LGDP快 但是他们一直很稳 就是以一个非常挺推的 一个趋势直接推进最后一个点 对 总的来说反而是比这个 LGDP这边的一个用心要短的 这样的话 老干爹虽然说在第一轮中 把车推到了最后的终点 但是他们把时间全部用光 那么一会儿换边再战的时候 是由DR这边直接推A点 如果在3分23秒之内 能够拿下A点 那么DR就会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如果没有能够拿下来 那么双方可能要再战一回 A点3分23秒 虽然说 应该 可能 也许 是 可以推下来的 对吧 但是一切就有可能 老干爹这边要守 是不是 拿一个什么 小美啊 他要想守的话 必须拿安娜去对抗 如果他不守的话 他就是说 如果他不拿安娜的话 很难像刚才一样 他刚才那样就是没办法 守不下来 3分23秒的确有点难 他刚才拿传统 如果点要很近 至少能够冲四五波 是的 他拿传统这种剧手 明显效果不是特别好 这个时候 反而我要 DR肯定是拿303的 他边拿的是小美 果然一类是使用了 安娜 并且小美 小美 但是这个格子不是特别好 对的 这边直接是给他 踩上去了 还被睡的 睡完之后 睡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还好 被睡的是陆霸 双方都在打安娜的大招 没错 先载波再说 不过DRS这边的安娜的这个充能 也是蛮快的 两边都差不多 差不多 哎呦 我这边LTT的卡尼亚被他掉了 卡尼亚被收掉 是的 有点打不住了 是的 我的好像是小 这边Poke一下 但正面大锤的盾已经挡上了 没有办法 进到这个暴风雪 这个问题很关键 但是吃到一个瓶子对面 纳米技术强化给了 被晕到 被睡了 还是 应该是被睡了 没有麦可雷 你看 你看 城市围观查假 限制 DR这边给的是莱因哈特 哇 被拒住的疯狂轮 那站下来还结束 刚才 DR是成功扳回局 是的 刚才我还以为 那个Gatalev的死了 他居然没有抵手去 他绕了一下 他回来再打了 你说安娜那个纳米技术 给了那么粗的一个毛妹 说睡就被对面的安娜给睡了 好气啊 就是你 他当时是被睡了 还是莱因哈特拍的列地猛鸡 感觉就是被睡了以后 被攻击以后 还在地上没爬得起来 瞬间就是 但是我觉得 他那个应该是 被列地猛鸡砸下来的 有可能 好 没关系 咱们回去可以看 去优素或者说是 这个 这个 就是优素频道 对 这波坎坎掉了 Moonlight的一个大招 非常的关键